Hello,大家好,我是景晶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坎坷的购票经历 继上次7月份的时候 我在美联航官网上查到 最早从纽约到上海直飞的航班是在10月24号 然后我犹豫了好几天到底要不要买这一班飞机 因为感觉会飞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毕竟现在美联航附飞中国的航线 就只有是从旧金山出发的 然后呢在这期间 我就是一边处理家具 就把它打包好 待会儿它就要见它的新主人了 再见了我的宝贝 希望新主人好好对你 然后一边也在YouTube上看各种回国攻略 这下面我不想看了 不考虑了吧 对啊 我就怕飞飞丢了你知道吗 太复杂了 我觉得我们只有一个选项 就是第一个多直飞 对的 没学会 感觉在刷高考题 比高考还难 真的太难了 于是我决定还是把美联航的机票先买了吧 毕竟现在价格也还便宜 才700岛 当然能飞的话最好 那也还是做好了大概率被取消的准备 然后呢我查好了具体的一般飞机 先打电话给美联航客服确认了还有剩余的宠物机票 我票价是125一张 对啊 哦 我认识是不了解 and verify that information please yes, you can track the event here there's still available for Pete and Gavin for October 24th gonna be $125 away okay cool and also I have another question like, if the flight is cancelled will you give me the refund? yes, definitely if in case the flight has been cancelled you can request for a full refund including the Pete and Gavin 电话上我还顺便确认了一下 如果航班被取消的话 他们是会退款到原支付银行账户的 这一步就很关键 因为如果你们要带宠物上飞机的话 一定一定要在买机票之前 确认是否还有宠物余票 因为一般来说 美国的航空公司一般飞机 一共就只有四张可以带入客舱的宠物机票可以订 然后确认好以后呢 你再开始订自己的机票 确认好以后 这下我就放心了 那我就开始 在美联航空上订这张机票 然后我自己的机票订好以后 我就又立马打电话给美联航 去预定宠物的机票 客服他会问你一些 关于宠物的基本信息 比如品种啊年龄啊体重啊 还有香包的要求和一些注意事项 整个流程就还蛮快的 这样我自己和猫的机票就都搞定啦 之后就只能是祈祷这个航班不会被取消了 哨子啊 刚刚帮你也订好票了 你知道吗 你也要去中国了 如果我们能顺利飞的话 啥也不懂 你懂吗 你的机票已经买好了 哎呀宝宝不要凶 生气 小子在看什么 生气啊宝宝不要生气啦 你们是好朋友 好准分色了 他不敢过去了 少子生气 凡事要有plan B 我就还是继续留意其他航空公司的政策 听说大航航空也可以带宠物 于是我就打电话给大航客服去询问 你们航班能不能带宠物上飞机啊 那首先的话要看这个路线是不是允许带飞机 呃不允许带宠物 还有就是这个航班上呢 是不是有充足的这个运送宠物的名额 我现在是想从纽约出发 然后最终到达上海 呃您稍等您是 我现在帮您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这个航班 嗯 呃您是不好意思求的 那我现在请您查一下 最早您从纽约出发呢 是10月26号 大航的科夫说 从纽约到上海 最早的一个航班是在10月26号 这个比我之前买的美联航还要晚 所以我就不考虑再买一张大航的机票了 但是大航的客服回答的特别详细 客舱内 那个经济舱的名额呢 现在还有两个 那中国有养舱 就跟货运一样 拖运的形式去领送 应成名额还有五个 呃它那个带入客舱的 总共有多少个名额啊 这个航班上经济舱 可以带入机舱内的只有三个 现在只剩两个了 然后商务舱是没有了 呃商务舱如果带宠物的话是需要那种 emotional support的那个证明吗 需要ESA证明吗 这个情感服务的宠物 我们只是针对于狗的 那没有这个猫 那那个猫的票价是多少呀 那宠物的运送费用呢 是200美金 呃是去登机的时候在交的是吗 呃是的 那宠物的话呢 是要提前申请 等批夫之后 才能确定能否申请 那你申请的时候 就要把宠物的一些基本的 呃重量品种 那一些农业信息都提交上了 他申请通过了之后呢 然后当天在机场直击的时候 根据宠物的情况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然后就交钱运送宠物这样 然后如果说 你想通过呃 有氧舱运送 如果有脱运的形式 运送宠物的话呢 那宠物帮不可以是短迪累的 如果要帮宠物预定的话 是需要我先买好自己的机票 然后再打电话过来预定吗 那通过电话的话呢 你首先可以预定机票 嗯 那它会有一个保留时间 那在这个时间之内呢 你可以先申请宠物 那等宠物批付下来之后 你可以通过电话 再把这张票拿下来 再支付就可以了 然后另外的话呢 宠物的年龄 如果带入机舱会的话 是要在8周以上 如果通过托运的 是要在16周以上的 嗯嗯 好谢谢 我这里就给有需要的朋友 总结一下 他们关于宠物的政策 大航航空美班飞机经济舱 它总共有三个宠物名额 宠物的票价是200美金一张 商务舱呢 他们总共有美班飞机 一个精神抚慰权的名额 但是他们只接受狗 作为精神抚慰类宠物 带上飞机 并不接受毛 另外呢 大韩他可以接受电话 同时预定人跟宠物 一起的机票 这一点就会比美联行 要方便一些 大概在一个月以后 我突然收到了票带的信息 他跟我说 东航也可以带宠物了 我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真的激动得要死 毕竟现在唯一 从纽约到上海直飞的 航空公司就只有东航 其实我很早之前就确认过 东航在疫情期间 已经暂停了宠物运输服务的 但是如果说现在东航 又恢复了宠物运输服务 那真的是太棒了 然后我就立马 打电话给东航客服去确认 但是呢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哦 我们的办公司现在关闭了 请请请请请请 在我们平常的工程中 请请请请请请 请请请请请请 他们美国办公室的两个电话就一直都打不通 最后他们给我转接到了中国的自助客服 然后对面那个机器就还是跟我说 我们公司在疫情期间暂停了小动物运输服 但是我还是弃而不舍 抓住最后一些希望 等到中国上班时间打通了中国的人工客服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现在东航从纽约到上海的航班可以带宠物吗 我们现在疫情期间国际航班现在暂停美国小动物运输了 票物的人说他们那个打电话给你们问了 说新增的航班可以带宠物了 有这个消息吗 目前我们没有接到通知 我们小动物运输的话 疫情期间的话一直国际航班这边都暂停的 好吧 谢谢 最后得到的答复还是说不能带宠物 但是我的票带那边就坚持说他们打电话去确认过 说是一定可以带宠物 这好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呢 后来票带给我发了一个东航关于宠物运输信息的链接 才发现原来是闹了一场乌龙 网站上显示 东航确实可以带宠物 但是他们是允许带精神抚慰犬 他们也是和大汗一样 只接受犬类作为精神抚慰类宠物 不接受猫 而我的哨子是只猫呀 虽然他很像狗 但是他是只猫呀 就还是不能带 然后只能再次放弃东航了 之后几天我就开始隔三差五慢悠悠的整理东西了 在我把书柜跟一些植物价卖掉之后 我的东西就都堆在桌上地上 就家里现在很乱 在收拾东西的时候 然后翻出来 之前朋友做我的生日礼物 觉得挺有意思的 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东西 它是这样 你可以套在手指上 然后夹一根烟在这个 在这个小手上 这里可以伸缩 可以弄紧一点 然后套在手指上 这回天都已经被我压烂了 然后就可以了 那是怎么弹烟呢 用另外一个手指吗 蛮可爱的 这个东西 刚刚我拿那个中烟的烟盒 这个东西也很可爱 这个不是朋友送的 是我之前出去蹦迪的时候 在party上捡来的一个烟盒 把它打开里面是这样子 就可以放很多烟 我现在就是里面的烟都空了 所以 但是就是你可以这样 这里面就是可以放一盘烟 然后最有意思的电脑 这个其实是个打火机 它这样的 油已经被我用完了之前 但是我一直不知道 一直没有飞到怎么样去加油 就很酷啊 我之前是在那个China Chalet 在地上找到的它 然后我一全都没有人认领 就自己拿回来了 超酷的一个东西 真的超喜欢的 把烟放进去 绷毛了就这样盖起来 登登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朋友 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又是一个很可爱的 又很符合我的一个 一个小课卡 里面是他写的情书 我就不给你们看了 就你们看一下这个 其中很可爱的 然后这个是我一个朋友 在日本 给我求来的一个吊坠 虽然看起来就是一个 很普通的小试评吧 但是它是在那种 在这个高千会神庙求来的 又是那个招桃花的 他就一直想要我找到对象 然后这个上面是 七月上面写是Ruby 就是一个招桃花的一个信物 但是我就 我一直都没有带 因为好像也 现在我们也不用手机挂件 也没有什么机会 能带着它 所以就还是一直把它放在这个袋子里 这个盒子也是朋友送给我的朋友 他回萨海纳的时候 帮我买了他们当地最有名的饼干 然后就拿这个盒子装 然后这个也是他们当地的特色 所以他想要我就是一直能保留它 给你买了个礼盒卷妹 这个东西是萨凡娜最有名的喷泉 希望这个兔兔的盒子能给您带来快乐 带来好运 希望您一直keep它 所以我就打算拿这个盒子来装 这种朋友送给我的小米 这几年攒了超级多的小首饰 有自己买的也有朋友送的 然后今天打算把他们收拾起来 给大家看看 我已经失去了我的沙发 快要崩溃了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衣服 接下去还要把它收拾起来 加油 终于不出意外 机票没中奖 在9月9号的时候 我收到了美银行的邮件 航班被取消了 然后我就立马打电话给大喊 那有没有11月份之前 从纽约飞上海的航班 不是你是上海这个路线 我们截止到11月份的时候 还是没有恢复的 我们这个是大喊的航班 就是纽约到中国都是在韩国转机 就纽约到韩国是有航班的 但是韩国到上海的这个航班 现在还是取消的 那到中国的有到哪些城市的呀 现在11月份有到 如果是南方城市的话 有每个周三到广州的 再者是部分日期有飞天津 或者是飞沈阳的 而目前我们就是飞这些城市 好吧 那谢谢 看来我要放弃 从纽约飞这个想法了 另外我还知道 可以带宠物的是达美航空 但是他们就不是从纽约飞了 不过呢 他们有从底特律飞的 纽约先飞过去 大概两个小时的样子 至少比先飞去旧金山要近一些吧 接下去我可能就只能 退而求其次 选择达美航空了 然后可能下期视频 就会跟你们更新一些 关于买达美航空的 宠物票的一些事情吧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拜拜 祝我好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